关于吴磊和赵金麦将合作影视作品在爆雪时分的消息 相信不少人在之前就有所耳闻 只是没想到这部作品开机如此迅速 刚传言说要去芬兰取景拍摄部分剧情 结果两位主演抵达芬兰机场的路透图就已经被曝光了 从路透图可以看出无论吴磊还是赵金麦都很低调 不仅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还戴上了帽子和口罩这两样全套装备 吴磊和工作人员还拖着大大的行李箱 看来在芬兰的拍摄周期不会太短 毕竟在爆雪时分这部作品讲述的就是身为台球选手的林毅阳吴磊饰演和英国赵金麦饰演在一国因爆雪相遇 一见钟情而后惺惺相惜的故事 作品不仅讲述了斯诺克运动员热血 激昂的闪光生涯 还有关于爱与梦想的青春故事 因为这世间所有的荣耀都要经过千万次的锤炼 无一例外 吴磊在路透途中散发着由内而外的少年感 他似乎和运动员男主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穿越火线中饰演的游戏高手陆小北 在电竞纳入体育竞技之后 也身披红旗 为国争光 带播剧《爱情而已》中的宋三川 也是一位球类运动员 乍看之下 很有热血少年们男主的气质 所以还是蛮期待吴磊在在爆雪时分中饰演的少年天才林毅阳呢 毕竟让真少年来演少年天才已经赢了一半 再加上吴磊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童星 颜值和演技都有保障 可以说是养成戏演技派男神 女主因果的饰演者赵金脉同样是人气极高的童星 他们真的做到了在最适合的年纪演艺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同为童星出身 两人的发展也是旗鼓相当 吴磊手上有小爆款 心汉灿烂 赵金脉的开端也是口碑好剧 赵金脉的机场造型也很低调 戴着眼镜穿着羽绒服的样子 俨然是可爱软萌的小妹妹 但在作品和杂志上又会凹出不一样的风格 让人有种女大师八变的惊喜 而且吴磊和赵金脉的长相都是大气名艳类型 这样的主角同框简直就是一场颜值盛业 对于这部作品你的期待值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部作品的两集 请看